塔利班重新掌权 英国媒体就指出了 当时有一支20人的英国特种队 在阿富汗南部执行机密任务 而为了要撤离 全员变装成伊斯兰妇女掩人耳目 而最终部队也成功了 骗过塔利班 大家接力开 蓝色的传统罩袍 从头顶延伸到脚踝 日前传出有一支20人的 英国特种空情小队SARS 在阿富汗南部执行任务 要撤退时 为了不被塔利班察觉 成员都换上罩袍 掩人耳目 因为从头到脚都用布覆盖 眼睛也已网纱遮蔽 根本无法被释出 最后竟然成功抵达喀布尔 搭机离开 据悉8月中旬 这支SARS小队就在阿富汗南部执行秘密侦查任务数个月 当西方国家开始撤离 小队也收到上级命令 立刻终止行动 但政府军溃败太快 当时已经没有持生机能将小队接回 特种部队当时搭乘5辆 临时买来的计程车逃逸 只要遇到塔利班武装分子 充当司机的阿富汗反空警察就会解释 车上坐的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他们想要到喀布尔欢迎塔利班 如果武装分子要进一步检查 司机就会以妇女们很保守为由劝退 但英国国防部拒绝对特种部队的行动 发表任何评论 如今特种部队全员都已经安全抵达英国 除了惊叹全员们的应变能力 也替他们的有惊无限 念了把冷汗 东森财经新闻许时政客黄明总和报道